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实揭开生命真相 宇宙奥秘 好 这个单言呢 请看讲义 第85页 中间这一行 请看抄文 新造物足 无人对宇宙浩瀚无云之洞悉 是得自科学的探索 而科学是来自人心的研究 事故 离开人心找不到科学 离开科学 当也无法探索宇宙真相 在现代的尖端科学时代 我们都能够洞悉 宇宙浩瀚无云 是来自于科学的探索 天文写是跟着时代科学的发展 不断地突破 那我们知道科学的发达 是来自于人心的研究 这些科学家们 用他们的心去研究 所以有事可知啊 离开人心呢 是找不到科学的 那离开科学呢 当然也没有办法去探索宇宙真相 就像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啊 科学没有这么发达 像哈勃太空望眼镜呢 还没有出现以前啊 我们对银河系呢 这么广大的宇宙呢 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证实 那这些科学的出现呢 当然是来自于人心的研究啊 这些科学家们非常了不起的研究啊 能够不断地研究发展 而层层地突破 再请看下文 是自无人之心啊 是宇宙人生万法的根源 是真正的造物足 若离心性行宇宙幻法 密人生真相 当如行龟毛密兔角 知无有是处 我们人的心 是宇宙人生万法的根源 是真正的造物足 如果离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性啊 而去呢 行密宇宙万法 人生真相 就犹如行龟毛密兔角 知无有是处 这是一个比意 我们知道呢 乌龟啊不可能长毛 我们也知道呢 兔子不可能长脚 那这些没有的东西啊 你要去追寻它 是不可能的 就是所谓无有是处 换句话说 离开我们的心啊 你要去找 宇宙人生的真相 是无有是处的 就犹如这里比意的 行龟毛密兔角 知无有是处 好 再请看一下吧 是者离开自心心性 人生不利 宇宙不存 故无所我心故我在 心无我何在 我无法不利 宇宙从何来 心里是造物主 离开我们每一个人 自心的心性啊 人生不利 我们没有心性 如何变现今生的人生呢 那人生不利啊 宇宙就不存了 我们有了我们的存在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才有所谓的一个宇宙啊 只是环境的扩大 像刚刚所说的 在科学家的研究之下呢 发现啊 这个宇宙呢 是浩瀚无垠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提到啊 我心故我在 因为有我的心 才会变现一个我 有我的心在啊 这个我才能起作用 如果没有我的心 我何在啊 如果没有你的心 怎么会变现出你呢 所以 我无法不利啊 没有一个心就没有一个我 没有一个我就没有一切法 就没有一个正报的您的受身 也没有你依报的生活环境 扩大到浩瀚无垠的宇宙 这些都不成立 所以这里就说啊 宇宙从何来啊 世间人随时都在用自己的心 却是不了解自己的心 那这里要告诉你 宇宙人生啊 是从你的心变现而来的 这个就是指引啊 非常正确的目标跟方向 好 我们再请看下了 信此心是宇宙人生啊 一切万法的造物主 如是动名造物主 才是科学完美探索的起点 如是动悉造物主 方式科学揭开 宇宙人生真相完美的究竟点 所以我们有以上的观念啊 我们要真正的明了通达 而信此 而信此我们的自心啊 是宇宙人生一切万法的造物主 没有你心的造物主 宇宙人生啊 就不可能出现了 我们如是动名 我们如是动名 一切的造物主 就是我们的自心 这才是科学完美探索的起点 也就是科学家呢 探索人生宇宙的真相啊 一定要从心出发 完美的究竟点 是在于我们的心是在于我们的心是造物主的基础之下 在上个单元我们提到了 他还是有念世界的有为生命法 这样的有为生命法 只是完美科学探索的起点 真正完美的究竟点 是要突破有为的生命法 要更上一层楼 提升到无为的不生不命法 也就是要跳脱念头 回归到无念的自心真体 气寄于理 在寂静的状态之下 我们回归到我们最真实的本来面目 它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它变现出来是金刚不坏身 它的环境是清静庄严 淡寿之乐 无有众苦的一个光明世界 这个就是完美的究竟点 所以科学家应该再朝着这个方向 更上一层楼 从有为法的究竟完美 再突破无为法 那才是十项的究竟完美 好 我们再请看下一段抄文 心是念力 宇宙万法的升起 源自我心不可思议的力量 心则心性也 人们助心力量 知不可思议 乃根源于自心心性 灵敏动策 占己长恒 知觉超能量体 这里告诉我们 心事的念力 也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每天也在起心动念 这个念头的这一股力量 升起了宇宙万法 宇宙万法是从你的心念 那一股能量波内所变现出来的 所以这里讲 源自我心不可思议的力量 你的心是造物主 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您的心 心则心性也 我们自心的心念 力量的不可思议 是根源于自心心性 也就是我们 溯源归根 追溯到最源头 回归到无念的自心心性 原来呢 它是灵敏动策 占己长恒的 无疾一真法界 无疾呢 是以道德经 易经的角度来看 这个无念的无违法世界 就称为无疾 一真呢 就是佛陀在金刚经里面开示啊 我们自心心性呢 在清静心呢 在清静心呢 不起心动念之下 这个 这个法界就称为一真法界 那我们把如释到 会整一个实相真理 我们就称为无疾一真 它就是真正的无违法 清静的法界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本有的自心心性啊 无疾一真 它是一个结超的能量体 灵敏绝照呢 真实的现象就是 灵敏动策啊 我们自心真体的 绝超能量体啊 绝超的正向能量 它的作用不可思议 就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量的世界 无量的宇宙 无量的悉空 你一念情都能够达到 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 他们在起心动念 你都了然于心 而能够教化于他们 这个就是我们自心真体啊 这么样不可思议的作用 就称为灵敏动策啊 而战己长恒 你的心在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之下 还是保持不生不灭啊 鲁鲁不动 就叫做战己长恒 这个就是我们自心真体的 绝超能量体 再请看下文 心性能量体之用称之为心事 乃无人起心动念之恋力 亦称为恋力 我们心事的能量体啊 最真实的 最真实的本来面目是无念的 但是呢 他起了念头以后 我们就称为心事 也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每天当下的起心动念啊 这个念头是一股无形的力量 我们就简称为念力 我们就简称为念力 那这一股力量呢 那这股力量呢 往往是互相能量 就像我们活在这个物质文明的世界里面 失去了心灵的精神层面啊 所带给我们的念力呢 都是互相能量 那互相能量呢 变现出来的物质世界啊 是黑暗的 是不自在的 是充满众苦而无有之乐 我们可想而知啊 这个三途二道呢 就是这样而来的 也就是我们众生啊 起心动念的念力 它是恶的念力 恶的念力是因啊 变现三途二道呢 它就是一个国 呈现的正暴 像恶鬼畜生地义 它的长相是正暴 它环境的恐怖呢 是一暴 这个就是万法违心 所以在不同类里面 我们呈现在不同维度的空间 我们人的六根感受不到化身 我们知道呢 六道里面的化身 三界二十八层天都属于化身 那恶道里面的恶鬼地义也属于化身 我们只能够看到人间法界 以及畜生法界 所以这些呢 真相啊我们要透过真理 找到了实相 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一切的变化 好我们再请看下文 宇宙万华 人生万千 从始生至中命 其过程之善恶好坏美丑 藉由心性之心事念力所变现 是由心事念力信息之精神能量坡 指导力指指点之物质能量坡 如是因缘合合 变现今生正报之受身 依报之生活环境 事故心事造物足 宇宙万华人生万千啊 我们刚刚提到啊 我心呢 故我在啊 就是有你的心 然后五界心 你今生来做人啊 我们现在就以当下我们做人的角度来看 如同刚刚所说的 脱油现代的科学 让我们呢 看到了更广大的宇宙啊 所谓的宇宙万华 现在的资讯这么发达 让我们也可以了解整个世界啊 几十亿人口 让我们体会啊 人生万千啊 千千万万的人 千千万万的心啊 每一个人心念变出来 每一个人的观念 每一个人的遭遇 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呢 都一直在变 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握自己 那每一个人都在变啊 掌握不住自己 那以整体来看呢 就是变化完全 非常的错终复杂 无论怎么样变化 无论怎么样 凑终复杂 我们从出生啊 开始 一直在我们命中受尽 所谓忠媚 这一生的过程啊 善恶好坏霉仇 其实都是由我们的心性啊 心事恋力所变现的 古代的圣者告诉我们 我们啊 四十岁以后 要对自己的面相负责 也就是呢 你在中年以前啊 大部分是来自于前生 所以你今生 找到父母投胎 在贫富贵贱 不同的家庭里面 是你的业力在主导 你做不了主的 那我们 从小到大 慢慢的在塑造呢 人生的下半段 那下半段呢 就是你 长大以后啊 比如说二十岁成年啊 你一直造作到四十岁 这二十年当中 就是你要改变你后半辈子 人生已经过半了 后半辈子呢 这一切的面相的改变啊 是来自于你今生的造作 所以我们前生的因 带给今生的果 我们出生的家庭 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 但是出生以后 由小到大 还是延续呢 前生的因缘 但是这过程中 就慢慢的在转变了 有的转得很快哦 有善根的 有文化的人 他一直在改变心恋 那如果说呢 我们遇到的不是善有 就是我们常讲的 静之则刺啊 静默则黑 在不同类里面呢 我们的环境啊 会影响我们的 那这样你的信念啊 是朝向于善 朝向于恶 到了一个阶段 以整个人类来看 四十岁以后 你的脸像怎么变 是来自于你今生啊 比如说你二十岁 开始懂事出社会啊 一切都照做 那我们后半辈子呢 的变化是好是坏 又延续到 我们命中受尽 刚刚我们提到的 我们一口气没来 死亡以后啊 我们的灵体离开了肉体 灵体不昧 又变现了来生的法界 那来生啊 你是要带着恶念比较强 而变现三土恶道 或者是你带着善念 来变三善道 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的念头力量在主宰 没有任何人会主宰你 也主宰不了你 那这些力量呢 是来自于今生 所以啊 佛陀呢 在经里面讲三世因果 前生啊 所造呢 今生说者是 今生所造呢 来生呢 说者是 就这样呢 绵远不断的呢 我们一直辗转攀岩 在分断生死里面 好坏好坏 坏好坏好 这样就一直在变 那坏到极处就变好 好到极处就变坏 物极必反 这是意经里面 所以我们在念头的世界里面 也是不归路啊 所以真道的实相真理 要告诉你们 让你认识念头 是不究竟的 我们认识了念头的有为 进一步突破 无念的无为 那才是我们的自信真体 那才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所以我们认识了 有为的起心动念 那这一股力量呢 主导我们变现一切物质以后 我们从头认识到尾 都是生命的 那都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不生不媚 所以从这个大原则大方向 我们要分立一级 往上捏 更上一层楼 要跳脱有为的念头世界 回归到无为的无念 至心真体 所谓无极一真的法界 这个体啊 人人记足 人人平等 我们要回归到这个实相 所以每一个人如果能够了解这个真理 而朝着这个目标 还没有创造来生 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 就可以达到人类和平 而实现世界大同 那如果永远都掉在念头里面 无论再好的宗教 再多的宗教 每一个人都说他最好 所以每一个人都好 每一个人都不好 每一个人都对 每一个人都不对 因为对立的 你说生好还是媚好 媚了又生 生了好 然后又要媚 媚不好 他又会生 生好还是媚好 其实死就是生的开始 生就是死的开端 所以一出生就注定要死 一死呢 马上又生 所以想一想 死也不错啊 因为即将要诞生啊 你要诞生去哪里 如果是诞生去三土二道 那就很悲哀了 那像我们认识呢 无为的无念世界 我们回归到清净光明的世界 那时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啊 我们期待啊 我们不会恐怖啊 不会颠倒 是来自于你了解实相 这个是人能济足 所以这个就是最可贵的 实相无为法 真道学讲坛这一会 就是要把这个实相真理 禀告一天 全天下的人 大家都是平等的 大家都有机会回归到本体的 今生啊 我们从了解实相真理开始 我们就烦恼越来越少 我们就越得到自在而解脱 那来生呢 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我们有属主的把握 可以创造实相光明的世界 好 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大家幸福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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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